撞死你兒子 他也很可憐啊 兒子死了把他超渡 撞死人了 那乾脆你來當我兒子好了 不是一命賠一命 我對待你像兒子愛你 你用愛的時候你自己也救了自己 對不對 更感動的對方 所以各位呢 不要 以暴自暴 佛教永恆的真理 血不能洗出血 唯有水才能夠把血洗乾淨 恨不能消除恨 唯有慈悲跟愛可以消除恨 這是永遠不變的道理 佛教不斷的這樣 這樣講 慈悲征服一切 慈悲無障礙 不要怕 這邊我這兩天有問我說 死死會怕 慈悲無障礙 你什麼都不會念 你有個悲心 混啊混撒出去 他們全部都得到了 他們全部你跟他念過佛 他們就超渡了 你要相信 因為你的悲心 你很會念仪鬼 念了一兩個鐘頭 這裡面沒有悲心 可憐 他們吃不到 所以我想 念仪鬼持咒 他是幫你修悲心的 而不是說 你悲心越強 佛的力量就越大 那個法的力量就越大 所以第九 只有慈悲與正確的覺觀才能使我們解脫 所以佛法的重點就是慈悲與智慧這兩個支柱 碰到什麼境界就是慈悲 碰到什麼境界就是慈悲 痛苦來了快樂來了 看清楚他 不要被他迷惑了 也不要被他壓迫到 正確的覺觀 現在手很痛 你自己也知道 可能在三天就不痛了 因為痛 一定會過去的 感冒 痛 一定會過去的 只是你沒辦法接受 你要告訴自己 一切都會過去的 這樣就好了 快樂跟痛苦都會過去的 所以你就不會自作 各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看清楚 就是說 你在那邊上步的時候 不一定要打坐 不會打坐 沒關係 上步 上步就想 你看我現在擁有這個家 我這個家庭 我這個事業 他再過一段時間也會變化 30年50年也不見了 他也不在了 我也不在了 你要一直去思維這個 想清楚 對啊 這個就是正常的現象 你想清楚了 你就淡化了 所以把握當下去 告訴對方這個道理 也希望對方不要執著啊 不然他擁有一点金錢 財務地位漂亮的時候 他就很執著啊 這個執著養成一個習性的時候 他就拔不開 就會很痛苦 所以要 一波羅波羅密多古 叫正確的 覺觀 但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悲心 悲心跟正確的覺觀 空性跟 慈悲是一體的 空是本體 表象是慈悲 因為越有空性的人越慈悲 為什麼 沒有你就沒有我啊 因為萬法是互相結合的 沒有單獨存在的 所以唯有慈悲才可以增得空性 也唯有空性才會更大慈悲 這兩個放在一起 第10 來 愛必須騙及一切生命 不論生命是高貴或悲賤 是善是惡 都一樣 愛好人 愛壞人 愛尊敬你 也愛罵你的人 因為愛是我們的任務 愛是我們的願力 慈悲是我們的戒律 就是我們該做的 你不要特別去排斥 如果你說我最不喜歡那個人 偏偏他就坐在你隔壁 你有那個 佛教叫夜感召 很簡單 你什麼念頭感召怎麼來 你千萬不要讓有這個負面念頭 你現在請一個會計 我最怕請到那個會騙錢 這個念頭 來的應真的每個都騙錢的 因為你的念頭 所以各位你要轉念 轉念 所以以後你碰到事情很煩惱 你先念你的心經 你的念頭歸零了轉然後再去 沒問題 不然他會趕著什麼人 什麼人生什麼兒子 你的私下行為就會找乾那些 第11 佛陀最勇敢的行動之一 就是走入戰場 阻止衝突 所以 佛陀會坐在路邊 這個國家要被滅了 他會坐在路邊 擋著軍隊 對不對 他盡力坐 所以 琉璃王帶著軍隊 要殺死佛陀的家族 佛陀做了三次 對不對 但是也沒辦法 但是佛陀是勇敢的 我們要許佛 菩薩勇士 哪裡有危險 哪裡有災難 觀音菩薩在 有苦難的地方 才是觀音菩薩的道場 這叫慈悲道場 幫助他們 不要逃避 第12 來 甘地說 無暴力行動的情意在於結束仇恨 而不是結束互相仇視的雙方 這一點很重要 敵對的哪一方是受到我們尊重的 所以現代人認為戰爭就是毀滅對吧 要毀滅的是我們心中的仇恨 不能搞錯了 佛法精髓就在這個地方 和平不是用武器 和平必須要用慈悲 所以各位呢 冤親平等 所以你有敵人你要特別尊敬他 你要特別送他東西 你要特別接近他 你千萬不要說 敵人來了 拉緊警備 不要看他 那你這個敵人 深深事事都在你身邊 因為沒有化解掉 第13 我們佛教徒必須鼓起勇氣 離開寺廟 走進瞞在人類經驗的寺廟 走進充滿痛苦的寺廟 這句話最偉大了 所以菩薩道是入室的 不是待在寺廟的 寺廟是學習的地方 但是社會才是道場 醫院才是道場 所以各位讀了 有些人會問我 師父我以前沒有修行過得很快樂健康 為什麼我修行以後我開始生病了 這個要讓你體悟 佛菩薩也會創造一個苦 讓你去體悟 因為這樣你才會容易開悟 容易成就 所以各位一起逃避苦難 修行不是逃避苦難 修行是 特別菩薩道是 要 幫助苦難 要接受苦難 所以各位安靜的地方可以 但是目的要走路 在菜市場 在苦難的地方 這才是好修行 所以要走出寺廟 走入苦難 走入世會 所以第14 來 那些難民營 監獄 貧民區 戰場 屠宰場 醫院 就是我們的寺廟 要記住 我們自己 就是廟宇 所以慈悲 就是寺廟 哪裡可以慈悲 哪裡就是我們的寺廟 要去幫助那些 所以 各位有姻緣 都去尼泊爾 都去有戰爭 都去有苦難的地方 因為你有佛法 那個地方有苦難 就要進去那個地方 為他們念大悲咒 為他們演藥師咒 為他們做焉供 為他們做私食 可以消除那個苦難 所以就算你沒辦法去 用觀想 要記住 報紙打開 觀想你入到那個境界 在那邊為他們 做 對你來講 很重要 而且不可思議 第15 甘地說 無害 這種態度發展得越透徹 其感染力就越強 最後 便設服你周遭的一切 漸漸地 最後 將設服全世界 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 為自己的 救贖 與幸福 負責 如果你 這個人已經 斷除 傷害眾生的心 或珍貴心 就算那個地方有戰爭 你過去 戰爭就不見了 這就是觀音菩薩 或是大悲咒的力量 有苦難的 有三惡道的 有病苦的 你念大悲咒 那這個觀音菩薩的力量 就以大悲心 就在那個地方 苦難就消除了 所以你不傷害眾生 那個地方 就不會有戰爭 所以我想在佛教裡面 人的 心啊 可以產生一個 不可思議的力量 叫佛性 佛性的根本就是 各位皈依的 不傷害任何眾生 保護所有生命 我們要維持著 這樣的念頭 這個叫念佛 那個地方會改變 真的會改變 就像 水 你用悲心 唸阿彌陀佛 各位都知道 造出來那個 水晶好漂亮 你生氣了 那整個又亂掉了 又髒了 你的細胞也一樣 當你內心裡面 有一點哪裡不滿 或是一種壓力 你的細胞就產生病變了 病變的細胞 就會變成負面的細胞 可能叫癌細胞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轉變你自己 醫生宣佈你生病了 那是我的 起心動念 也飽來了 那我更要平靜 平靜 修行不要有壓力 盡力就好了 我們出家人 只有努力盡力 沒有壓力 那各位做事業會有壓力 所以你要把你做事業 變成沒有壓力 這是你要自己去調整的 為什麼會有壓力 在乎 賺錢或虧錢 你太在乎這個東西 你一在乎 就像一個女人很愛一個男人 你很愛他男人就跑掉 你給對方太大壓力了 三金八銀要打電話問他在哪裡 你不懂的 疫情顧重 你不能給對方壓力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你要很小心 你有家庭 你要把家認為 最溫暖沒有壓力的地方 你老公去外面喝酒回來 回家最好 對不對 結果回家你還罵他的天娘 那不要回家最好 因為是你把他搞成那個樣子的 所以各位這一點 那你調整你自己就好了 調整你自己的月報就改變了 不然家是個壓力的地方 家是一個溫暖的 可以依靠的 可以傾訴的地方 可以 就像我們在跟佛講話 你跟佛講了 老半天我打多少麻將 造多少業 佛都說好好好 沒問題 萬法皆空 對不對 結果你跟你老婆講 不好不好 這你害死了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觀音菩薩教 請聽者 你跟他講什麼 他都說好好好 請聽者 他不會回應你 他只會給你愛 關懷 我想我們必須把佛法擁有在 生活上面 所以你的無害的態度 會影響整個世界 因為 不是你的力量喔 你在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十方諸佛都一起跟你念阿彌陀佛 請記住永恆的道理 一個人念佛 以佛的心念佛 叫菩提心 十方諸佛都一起在念 所以你一個人在念佛 就百千萬億佛都一起在念佛 那個力量太大了 所以你把你的心 轉為一個無害的 悲心的時候 你就可以征服世界 幫助世界 所以 這個道理很簡單 第16 來 我們發現 慈悲與服務 是一條救贖之路 服務之道無他 只不過是我們 對眾生的愛 只是將無名提升至 光明之境而已 所以想清楚了 你就會去愛 因為眾生都對我有恩 都做我的父母 所以各位你從開車出去 到目標 你看他們過去坐路 坐路燈 幫我坐車 這些店铺這些 這些都在服務我 你要一直去思維這個東西 一般人 思想很狹隘 想到我要賺錢 為什麼他跟我這樣講話 你從來沒有去關心周圍的一切 對你的恩有多大 所以不斷地去 去思維這個道理 慢慢 你就會想要去抱怨 慈悲與服務之道 這是人類救贖之道 不怕戰爭 不怕災難 就怕人類失去慈悲心 所以 我想 什麼叫學佛 服務眾生 那就是學佛的意義啊 那現在各位要開始做義工 做義工 故意要去服務 有錢沒錢 無所謂 跟錢沒有絕對的關係 你可以服務的對象 太多了 第17 人其實沒有自我 有的只是因果 這個叫因果世界 沒有我 只有行為反作用的因果 善有善保 惡有惡保 所以了解這個道理 多做善事 一直做一直做 不要浪費時間 念佛也回向給眾生 撒幾滴水 念滴水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打坐也可以 懷著大悲心 用我打坐的時候 所有眾生的心 都跟我一樣 平靜 用我打坐的酸痛 所有眾生的痛 都給我 我把我內心的平靜給對方 你這樣來打坐 那你這樣就在改變 整個世界 他們叫磁場 對不對 正能量改變 你改變了 媽媽就改變 兒子就改變 所以誰都有能力 改變了 因為你的心越純淨 佛的力量就越大 所以在念這 自力 佛力 法力 媽媽在生病 我點一個燈 法力 我開始打坐 念心經 大悲咒 祈求 觀音菩薩 這三力合合 回向給母親 跟母親一樣 社會有在病苦了 誰都做得到 所以要照這個善因 必得到善果 第18 如果要真正的和平 就必須表現我們的愛與理解 所以要世間 以苦世間和平 各要表現出一個 愛跟理解 了解對方的理想 這個小孩子會做小偷 會做這麼多壞事 因為他的因果 他的因緣 所以你要更同情他 要的是關心他 而不是去責罵他 去捨棄他 那這樣 你內心就和平了 老實說 媽媽在生病 你不去看他 你最愛睡覺 你也會覺得 內心耿耿於懷 你就乾脆 就去看他 那就沒事了 對不對 就去看他 照顧他 你就 雖然身體很累 沒睡覺 那你心就平靜了 所以從 愛奉獻 可以讓你內心平靜 但是如果你捨棄 眾生的苦 就是捨棄媽媽的苦 不管 你就算睡得很飽 你也不平靜 你也覺得 對不起眾生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沒有錯 各位來溫哥華 這邊物質環境 都很好很好 但是各位 意念眾生苦 那些豬 那些可憐的鬼 那些魚 那些鳥 飛來飛去 都在找東西吃 隨時 剛剛講 布施畜生 得百倍福報 布施無善根的 像各位會吃素 我希望各位 現在大陸 雨花災免費 已經開到 170家了 一律免費的 那些老人 一大早就在排 不是說要餵那頓飯 那些老人說 吃這個 不會生病 這樣 他是雨花災 吃一個素食 他就不會生病 他寧可能不能 等兩個鐘頭 這個有加持 所以各位你也開始 煮一個 素食堆 初衣食堆 很好吃的 西方人吃的 東方人吃的 這裡面有充滿愛 那你不能說 讀地藏經比較偉大 主術食不偉大 你可以寧可讓他吃到 結緣 我想用各種方法 好 最後一句 觀是因菩薩的牽手 代表愛的行動力 而且每一雙手 都有一雙眼 牽眼代表了解力 了解一件事或一個人 你的行動就會是有益的 不會繼續製造痛苦 所以 智慧慈悲 每一個動作都要了解因果 了解空性 而且都要去幫助 所以觀音菩薩的手 第一道 二鬼道 出生道叫六層觀音 都有手 都有眼睛 意思是 智慧與慈悲 內觀 觀 是一種智慧 了解真相 了解眾生都是父母 了解眾生都在輪迴 所以需要我幫忙 我們能做得到了 所以用智慧有化成力量 牽手 代表無量的手 無量的智慧 所以我想念 那麽阿彌陀佛 念觀音菩薩 阿彌陀佛 念什麼都不理解 這個 這個最重要 那我寫這個 這些都很簡單 但是我很喜歡去思維 在我們禪中叫 参化圖 但是参化圖思維 這裏面的意義 然後劃為一個具體的行動 去做 很好的事情 好 還有一張我手寫的 有沒有拿到 後面這一張麻煩回去念一下 用菩提心過生活 要怎麼發育 我們念兩句就好了 好不好 用菩提心過 念一二三 其他就 自己回去念了 來 一 每天早上一醒來 必須思維 一 我的人生目的 就在於 令所有眾生 离苦得樂 尤其是得到究竟的安樂 要強烈的感覺 這是我的責任 若我對一切眾生 具有慈悲心 就不能傷害任意眾生 他們就不再因我而受苦 這一切全操之在我 所以活著就是要 幫助眾生 要把慈悲變成生命的責任 第二 念一下 我必須對所有眾生的安樂 負起責任 持守菩提心 因為這是眾生安樂成功 得到無上正覺的根本 法華經說的 整個世界有幾百億人 你要認為只有你一個人可以幫助他們 這不是驕傲 這是個責任 因為你了解心經 你會念大悲咒 所以所有眾生的苦 是你一個人的責任 你要默默的為他們而努力 但是要承受這個責任 所以 懷著這個心 不離開成佛的悲心 菩提心 所以要每天這樣發願 第三 無時以來 我所遭遇的一切問題 失敗不如意 修行不能成就等等 都來自於自我中心的愛職 因此直接或間接 傷害了其他眾生 如果你還有貪生吃我職 你就沒有辦法幫助眾生 你想要幫助眾生 這個自我中心一定要消除掉 所以 傷害眾生最痛苦的 就是這個我職貪生吃 也傷害你自己也傷害到眾生 所以 沒辦法征服自己就不可能幫助別人 所以自己要有這個慚愧心 要 馬上發去出離心 我要斷我職 所以 第四 前天下 只要自我愛職還存在 就無處容納菩提心 沒有菩提心就不能震悟 得一切種子 欠缺一切種子 就無法依每一眾生的根性 以善巧方便 度化所有眾生 所以各位 發菩提心的敵人 就是我職 有我職你就沒辦法圓滿菩提心 沒有菩提心就沒有佛陀的智慧 什麼叫佛陀的智慧 現場有五千個人 這五千人怎麼想 什麼病 用什麼方法 他可以離苦 你通通知道 所以我們發菩提心 就是要得到佛陀的智慧 有佛陀的智慧 有一個眾生 你都知道用什麼方法幫助他 那這個就是生命最高的意義 追求成佛的智慧 但是你要成佛的智慧 不能夠離開大悲心 菩提心 但是最大的煩惱就是我職 所以你一定要思為空性 不然就沒辦法依他每個眾生的需要 善巧方便去幫助他 所以各位 這些都很白話 希望各位經常念 告訴自己生命的意義要幹嘛 生命的意義是要利益眾生 是要斷除我職 是要圓滿悲心 所以每天就懷著這些想法 來做事 這叫用菩提心 過生活 不離菩提心 念火也好 修行也好 都不離開呼吸 都不離開生活 並不是在佛堂才是生活 那各位今天聽了一下午 這些各位根本都會了 那是如何用在日常生活就好了 但是有一句話 我告訴你 不要找藉口 很多人說 師父我不行 沒有不行的 罵人你都很行 沒有不行的 這個眾生皆有福性 本來就有的 沒有不行的是要跟不要 而不是做不到 木材 每一個木材都可以起火的 對不對 所謂木材就是 眾生都可以成佛了 狗也有佛性 所以各位你不要看不起狗 佛經有規定 當你看到一隻鳥一隻狗一隻蚊子飛過來 如等眾生 應發菩提心 你要這樣念 你可以成佛的 你要引起他的佛性 跟他念 觀起他的六道輪迴 驗他發菩提心 你一定要這樣念 你不這樣念 就捨棄眾生 所以各位任何一個人 這個人小偷跑到你家來 如等眾生 你可發菩提心 錢是小事 但是你對他的悲心不能改變 什麼叫阿羅漢 獅子咬你的時候你也很平靜 叫阿羅漢 這個叫去我子 我們現在怕 很怕 很愛 很怕 那就代表你有分別心 獅子咬你也是假的 做夢也是假的 給你一千萬美金也是假的 那是你會起心動念 那這個起心動念是因為你有這個想法 你愛你恨 是因為你有分別心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生命的敵人 所以佛陀要我們 你講 諸惡謀作 諸善奉行 自盡其意 是諸佛教 你要達到自盡其意 要從斷惡 修善做起 從行為上相信因果 那這樣以後 那你就 做完以後又放下 然後呢 又把你的本性又拿出來 所謂佛性就是慈悲心 你不斷地去大慈大悲 展現佛性最快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不會懂得空性 那你就天天去幫助別人 那告訴自己不要煩惱 這樣就好了 煮了老半天飯 對方還不吃 沒關係 那我帶回家吃 不要罵 因為你罵的火燒功德 反正盡力做就好 好 那 時間到了 我們如果各位有問題 提一下 兩三個問題 我們馬上回向 請說 我們打開水龍頭的水的時候 是要唸 甘露水咒呢 還是要唸 開煙喉咒 沒有 那個水一打開的時候 我們會先唸 寶劑如來咒 就讓水裡面的 這些細菌生物 因為你不管喝水煮水都會傷害它 所以先讓它 消除惡液 就是 禮苦聖殿 再來你要加念什麼咒都可以 所以我們 我們以前有印很多咒 我下回會寄來 透明的 各位就貼在水龍頭 就讓這些水經過的時候 得到 這幾個淨化的咒跟轉化水為甘露的咒都可以 好 OK 第二個咒 第二個就是 當我們 在詩詞的時候 有聽 別的師父說 你七點半以前做的話 那他們都還沒有出來 你要詩給誰吃 這個講法是他個人的講法 因為佛經不是這麼說 這個鬼是24小時都滿滿的 只是在太陽大的時候 它是擠在陰暗處 然後太陽沒有了 它全部通通又跑出來 所以我們私事是不分早上 明明出家人早上要做 中午要做 晚上也要做 所以有早上念了中午念了 所以這是不分的 不分的 所以這個講法是 他個人的講法 非佛法 那如果早上去念我們選教的蒙山詩詩可以嗎 都可以的 慈悲不分白天晚上 如果你現在是早上 台灣是晚上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做那個多瑪 OK 能不能在火供的時候一起燒掉 還是一定要丟掉 如果做多瑪 代表這是我們的業障 髒的 我們不會在那個時候燒 我們會另外燒一個小的 把它燒掉 或是把它給魚吃掉 這樣 OK 謝謝 感恩 好 還有嗎 謝謝你代表你很認真 好 丁麗莎師 請法師慈悲開示 您是如何理解 顯密圓融 那麼在我們實際修行當中 如何平衡均衡的 去文思修 顯密佛法 好 乾師傅 先不要設定說 我現在在修顯 我現在在修 那個是一個法則 那是個人的問題 我想中藥西藥都是藥 現在很多人很衝突 衝突是個人的問題 我想 對佛來講沒有衝突 所以有一個老和尚坐在那邊 有一個二徒弟 那個老大做錯了 對不對 師父說對對對 然後老二出去了 老和尚就說對 老二做不好 師父也做了 然後老三 其他在旁邊做事實 那個也說 師父那兩個好像都不對 對對對 為什麼 因為對老和尚來講 他已經 一切沒有分別 我想 不要管顯或密 而是管 這個法 對別人 對眾生對自己有沒有幫助 有 我就應該學 而不是說這個是顯教 這個是密教 因為有些人會認為說 密教比顯教高 顯教為底 然後才能夠修密 這個觀念 佛 不見得怎麼說 好 因為那個佛法 是不分的 所以 很多修密宗 一直會這樣講 這個密宗是比較高的 沒有顯教的基礎不能修密宗 那這樣一講 大家都來修密宗 因為認為那個是基礎嘛 所以我想基本上 今天發菩提心 就必須顯密嚴隆 這是一定的 但是顯密嚴隆 不離開顯的任何戒律 如果你離開顯教了 你今天不說五戒 修密有用嗎 也沒用 五戒是本來要修 就是說 你抓起一個的時候 你要全部抓 可以 所謂密 他的密講的是說 我要 這一輩子 我叫快速成佛 我要從內心裡面 承擔所有眾生 都可以成佛 所以 他必須用這種 觀修的方法 可以 那所謂修顯 那是因為我很謙虛 雖然我是修密 但是我以顯的方法修 因為我要謙卑 我要從陰裡面修 密是從果上修 佛法是因果合一 但是有些人把它拆開了 所以我在這一點 我會告訴很多 修行人 如果你認為 修密比較好 一直強調密比這個好 這個還不懂佛法 如果這個人修顯教 他對密中不了解 而有批評 那你也不懂顯教是什麼 因為顯中有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阿彌陀佛是無上密 那看你怎麼去瞭解 歐馬里伯美奉也是最簡單的佛 看你怎麼去理解 所以我認為這是 對我是沒有分別 我從來沒有去想過 所以人家說我修密中 我說你怎麼解釋 我搞不清楚 不是我揮念 歐馬里伯美奉就叫密中 不是我跟幾個上司照相就叫密中 因為我認為南傳北傳漢傳 包括世間的善人都是佛法 我都應該要學習 這是我的任務 所以我 但是我現在發覺很多學佛把定位說 我是密稱的 他是顯教的道場 所以我常跟很多上司說 上司 隔壁道場是念佛了 我們去做一做好不好 這那麼簡單 我明陀佛 我也會 那你來做做看 所以你排斥 你修密的 看不起人家念佛了 這是你最大的問題 所以你就沒資格修密 因為你沒悲心 也不了解念佛的殊胜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這樣講很多人聽得不舒服啊 但是 佛法就是佛法 不能客氣 所以 看不起 顯教看不起密稱 密稱看不起顯教是兩方面都不了解 進了這個門的人哪一個門他都清楚 還沒進門的人都說我這個門對 你這個門錯 所以有分別的人就知道他有分別心 他還不了解 所以我想 講金剛經也是密法 金剛經大概比所有密法都還密法 所以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只是說顯教中經 密教中論 但是我認為 看不起經也不好 看不起論也不好 偏一邊不好 這個社會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本來就是在一起的 不能分開的 只是因為你的環境 是那樣 你就需要這樣 但是如果你到了 我很多上司到台灣來我跟他講 上司啊 我們在念佛要念一念 我們在這裡念一念 你了解一下 如果你在台灣 弘揚密法 卻不了解台灣的佛教是什麼 對你是障礙的 因為你不了解眾生 就代表你悲心不夠 你弘揚也沒用 這一點我是佩服大寶寶王的 因為他強烈地告訴 把中文研究人 中文經典他一定要看得透徹 這一點我是佩服的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像我們做漢人的好處 我們這些經典都犯了 不管是密教啊 小乘啊大乘 都翻譯好了 都要去看 都要去理解 不要把自己設定在某個 你把自己設定啊 說我是屬於這個 然後學這個 你對其他有一點傾慢 或是不想去接近 這個就中毒了 就已經開始有問題 這一點要小心 好 對不起我講太久了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謝謝師傅兩天的 對我們的存存教導 我就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昨天師傅說了 供佛的水不能用自來水 那麼我家裡頭的那個 我以前聽到的說 供佛的水不能用熱水 那你說 我們剛剛個熱水瓶裡 打下來的水供佛 完了有的人說 你這個水你喝都燙 那佛喝了不還燙嗎 是吧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 你現在吧 科學都發發達了 那麼自來水呢 家家都安上了那個 就是 淨化水或者是安上的過濾水 這個呢 喝了以後呢 我們就是隨著接 隨著喝 這個水能不能共和 我想請教師傅 我想比較簡單呢 你可以喝了水都可以拿來供佛 感謝師傅 你不想喝了就不要了 我 我就是這樣想的 因為昨天聽了師傅說 不能接自來水 因為那是因為台灣的情況 哦 燦工是在台灣 台灣的自來水是跟這邊的不一樣 像日本的水是過濾過的 血民的這裡你可以喝的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清淨的水就可以了 是啊 我理解師傅的那個教導 所以說這些日子我一直是用 我家裡安的那個過濾水嘛 供佛 有的人說 師傅都說了 不能用自來水供佛 你怎麼還用呢 我說這個是我都能喝的水 我喝佛也能 對對 所以你比他有智慧 不是 我這聽師傅昨天開示嘛 老實講現在你去外面買礦泉水 特別台灣都是自來水 對不對 謝謝師傅 沒有了 對 好這邊還有 謝謝 師傅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你來的溫哥華講課呢 都是用中文來講 對那些年輕一代的呢 跟那些老外都沒辦法來聽 那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昨天都有翻譯 昨天都有 就是說 有些句子我有跟他講話 外國人多就給他耳機 他們都弄了小耳機 可以 解釋 不過我自己也很慚愧 我希望下輩子可以講得很好 但是我又想過如果我講中文又講英文我早死了 所以我想能夠翻譯 最好 但是他們每一場好像都有翻譯 只是說這個翻譯可能要宣布一下 就是說以後在 解釋 就是說 這個演講也有英文翻譯 然後就有幾位菩薩邊翻譯 然後他們戴耳機 這樣最好 但是如果 講一句翻譯一句 當然也可以 那有些會按捺不住 所以 謝謝你提醒 好 好吧 還有嗎 靈禮法師 非常榮幸能夠來到溫哥華 然後 紫禦法師來到溫哥華紅法 那麼我的問題就是說 修六度是否有次第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你這個很重要 六度全修它不能有次第的 就是說 像今天來參加法會 你帶著一個布施 我來參加這個功德回想 叫布施波羅蜜 我來參加法會 我守規矩叫慈節波羅蜜 我來參加法會 我能夠安忍 雖然坐得不舒服 或冷氣不夠 我叫忍入波羅蜜 然後我修了 我在參加法會的時候 我保持很認真 叫精進波羅蜜 我能夠控制我的心 叫慘定波羅蜜 我仔細地去思維 然後去實用 叫波羅波羅蜜 所以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就要六度波羅蜜 這個叫菩提心 菩提心怎麼去用 就是六度波羅蜜 那六度波羅蜜 就是一方面可以斷除煩惱 二方面又可以利益眾生 所以 你要養成習慣 就是說 喝水要符合六度波羅蜜 走路符合六度波羅蜜 叫六度勸修 這個你要養成習慣 這個我們叫菩提心禪修 那菩提心禪修就是說 可能一開始你慢一點 慢一點 當我拿筆要開始寫字的時候 那我就要開始想一下 我寫的字佛經 這是不死 我不要寫錯 當你讀經也要符合六度波羅蜜 讀起來的時候供養諸佛 這一點要記住 比如說我在讀心經 雖然很短 諸佛菩薩都現前 然後呢 六道友情在後面 我在讀經的時候 上供諸佛菩薩 然後呢 諸佛菩薩每個人都 加持這個心經 每個諸佛菩薩都在唸心經 然後呢 每一個眾生都有 百千萬億佛在為他唸心經 所以他就得到超度 那你要這樣觀修 所以我讀心經的時候就符合了 上供下次六度波羅蜜 要習慣怎麼做 點一支香供一杯水 都一樣 都符合上供下次圓滿波羅蜜 這個叫不離菩薩 哪一天我要死亡了生病了 我也符合這個 我要死亡了 我用我的功德在我死 這時候不死給眾生 我還保持我的戒律 我安忍身體的痛苦 我一心的念佛 我保持正念 了解空性 所以死亡叫懷著菩提心死亡 懷著菩提心生病 懷著菩提心走路 都在六度波羅蜜 所以各位可能道理我們了解 那各位要開始要篡習 就是很熟悉怎麼用它 就像彈甘琴 從一開始不熟到現在十年了 可以不用看補 二十年了眼睛閉起來也可以彈 那修行就要靠這個了 你一定要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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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讓自己 念阿彌陀佛要符合六度波羅蜜 才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不是光專心 而是符合菩提心 就是符合六度波羅蜜 那我念佛回向眾生 我專心念佛 我忍入念佛 我經濟念佛 我一心念佛 我不執著一切而念佛 空性 所以你先想好了 所以我在念佛的時候 十方諸佛都歡喜 十方眾生都得到加持 那我就叫一心念佛 謝謝你的問題 好 丁丁海盜法師 我想問一個比較快一點的問題 就是 映祖講過就是 這個經不要亂改 不要這個有改動 然後呢現在這個 夏林基老君是他匯集的 有一個匯集本 就是無量受精的匯集本 然後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是 極空法社他在弘揚的這個 就是關於這個匯集本的這個事情 怎麼給我們開始一下 我基本上我不想批評 因為 無量受精是佛說了 平等絕經 夏居士 以他的善心找一些重點 讓後面的人很方便找到重點 所以我兩本都看 但是 我兩本都看 我可以把 平等絕經當作 因為夏居士的慈悲 把我們匯集的很好 但是 我們還是有無量受精為 但是 無量受精和平等絕經 裡面所講的東西 都符合佛法 這樣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硬要去講說 那個是對那個是錯 就每天在談論這個紛爭的 就像說 唸阿彌陀佛對 還是唸阿彌陀佛對 兩派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很聰明 你唸阿了我就唸阿 你歐落了 歐 所以重點 我們要得到這個經典的精髓 比較重要 而不是去分別那些 因為我認為夏老君是 他沒有邪見 他只是我把它編成 一本大家方便了 他也講明了他是匯集本 這也 他的動機也是對 只是我們後面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就隨緣 因為你們去講 我早就把它讀完 你們兩個在討論 就像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個人 有四個人走過去 就會有一個芒果掉下來 對不對 第一個就問這個芒果為什麼會掉下來 是不是因為我們走過去它動了 第二個說不是啦 因為成熟了才掉下來 第三個說 那個是第七引力 他們三個在凱會 第四個就把它吃掉了 各位要做那個第四個 吃掉了 我知道芒果的味道比較重 我管它是怎麼掉下來的 所以我想平等結局 無量受盡都可以呀 因為抓到的時候 方菩提心念佛的方法 你用在你的生活上 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學佛也會被 素式的業力卡住 業力卡住什麼 你會有 排斥批評就是 素式業力 你有鬥爭性 有這個鬥爭性 他就是很喜歡 你管那麼多人家放生是好事 你幹嘛就雞蛋挑骨頭呢 你要是雞蛋挑骨頭的習慣你 全世界沒有一樣佛法對 因為你每一樣都會挑 到了後來呢 沒有一樣對 就你對 然後就你一個下地 真的我看過很多人 你跟他講佛法 他沒一樣他都批評 閒教也批評 密教也批評 小村也批評 然後批評完了我就問 請問你修什麼 不知道 我的目的就是批評 批評也是個執著 為什麼 萬法都是假的 虛幻的 佛陀石是藉由方便 極樂世界也是個方便 極樂世界也是個虛幻的方便 阿彌陀佛的願力 那藉由這個方便讓我們有空性能夠不退轉 所以太好了 但是有些人說 極樂世界是唯心所造 所以沒有真實的極樂世界 那你這個人偏見了 那我沒辦法 因為對這些人 佛陀說你不要跟他講話 就敲鐘就好了 斷出他的邪界 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辯我就開始 那佛陀講了 佛陀說有那個要來跟你辯的你就敲鐘就好了 好 沒問題了吧 好 最後我們回向一下 來 願意此功德 都要思為功德 現世 今世 很多很多善法功德 莊嚴佛淨圖 上報父母祖先恩 上報國家社會恩 我們都是華人 所以你要感謝祖國 更要感謝加拿大 加拿大的平安 也要感謝美国 因為是連在一起的 你感謝完以後你要感謝到非洲去了 所以 整個世界國家都是我們感恩的對象 上報所有眾生恩 既然會念就不要講假的 要真實的去觀修對眾生好 產生行動 善報三保加持恩 善報三保 夏季地獄苦 各位要觀賞 地獄的苦 內壇的那些圖 或者經典的 把我們的功德 匯積好 大家融入來地獄 夏季惡鬼苦 夏季畜生苦 回向所有堕胎胎兒 世界各地 災難戰爭 災難戰爭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希帕菩提心 敬此以保身 同生極樂果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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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真正的舞台山 不是买了票 就可以进去的 真正的舞台山 也是需要方法 所以三才童子 来舞台山 就在浮沉 见到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我回到家,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踏在千年的地基上,我听见宇宙的原因,如春雷震动。 看着工地之上,车如龙,人如火,蕴金如鱼,核叉若云,处处都是伯伯生津。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表面看是建筑工地。 一进来,好像就是桃花园一样,对不对? 日子规律不再新奇,清脆的打板声响起。 而我,只想把梦继续。 面对重复繁琐的体力劳动,倦怠的身体有些抗拒。 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所以要问自己,我人在舞台山,还是我的心在舞台山? 我人确实在舞台山,但是我里面长满了烦恼草啊。 波罗的伐水,有滋润到我吗? 吃白菜长大的大黑,是寺院中的明星成员。 帽似温顺,却又乖张不逊。 每次跟她的相处,就是一番心力与体力的较量。 有时候,在山坡上,肆意打滚,不肯回去,我特别生气。 既降服不了她,也降服不了自己。 轮回中,她是谁,我又是谁。 舞台山,蚂蚁,今天很多了。 你看到蚂蚁,有想到自己的轮回吗? 去反观心灵状态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在理尽人数扑杂。 在理尽剥弱智慧。 你心静清凉,舞台山就陷在你的心里。 你就觉得很近,很近,很近,很近的就好像一层子。 但怎么超破,不知道。 今天,好友来电话,诉说着生活的不意。 我只能听她讲完一个个故事,再听她流泪叹气。 电话外,我分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轮回,是如此的温柔和残酷。 温柔到恍然不知,残酷到义无所知。 你把家庭通过岗位的那个方向,到这里来奉献,多算难得。 珍惜这份人间,比黄金还比方便,善意。 修行有力量了,轮回就没力量。 所以我们在座,不管多忙,每天你要去追寻这种情节。 然后,仿佛耳朵里面听到了天谷的音响。 就是你的身口意,都是在内在的正觉状态里。 这种说法,与佛法是相应的。 您说,在三维世界里,画出再绚烂的色彩,也不如将生命提高一个维度,来得尊贵。 我开始用手里的工具,表达建议。 工地的轰鸣,变成了咒语。 内心,在汗水中,更加有力。 闭上眼,用心,看自己。 日月照领,东升西尘。 地球就这样在自转中,24小时,24小时。 我们呢,每天很充实地,疲惫,辛苦,但是内心快乐。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求福报,然后又慢慢地开智慧。 天天听经文法。 一方面也增长我们一点见闻吧,让我们有正确的方向。 一方面还是我们要功夫在日用中啊,取胸。 有时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 要切换出熟悉的频道,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煎熬。 我戴上眼镜,准备投入战斗。 终于看到,力气悄悄溜走,鱼下皆是温柔。 看着你,彷徨伤痛,我,默后。 相信,终有一天,你,能够醒悟。 突破自己生命的极限,爱着它,连着它,归着它,绕着着我走。 我们在这生活当中,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缺点, 然后自己也能培植自己的福报,自己也能见证自己开智慧门牙的这个过程。 你坐我脚上了,大黑。 大黑清澈的眼神,常随我缓步游走。 偶尔依偎身旁。 这时,常常会因为一缕阳光,一阵清风而感动。 所以当我们觉悟的时候,会自然地会,就会留下那种,就是委屈的泪水。 因为你生生世世轮回,你的迷失颠倒,种种习气,够然, 会发现有一天,它本来不存在。 如果不是因为您,我一定不会知道,生命原来如此有意义。 决心是生命最壮观的呀,最大的尊严就是获得决心。 如果下一世还能再来,良师良缘是否还在? 寻遍三千大千世界,无人在点你,画你,引你,度你。 何不当下努力修行,今生不度,何生再度此身? 我们现在共住在一起,你想想多幸福呀。 不敢想象能细延续多久。 今天的聚会,必然友善的一天。 散掉了人各一方。 所以我们来到五泰山,每天要一年,我在五泰山,我在五泰山。 我在五泰山,魂书菩萨,我爱你。 愿每一个你,生死无憾。 愿每一个你,生死无憾。 我爱你。 在五泰山,魂书菩萨,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在五泰山,魂书菩萨,我爱你。 是我不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